台湾本岛最北端的一座灯塔 那是一百多年前 日本人在台湾修筑的第一座灯塔 为帝国和殖民地之间指引航路 灯塔所在的北海岸 受地质 洋流和气候的种种影响 拥有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人文地景 绿色的海藻附着在黑色的火山熔岩上 那是北海岸季节限定的美景 离岸稍远的山坡地上也有一片绿 我们插下了秧苗 也把一颗香芯种到田里 一群业余农民放假还来找工作做 弯腰索草 才知道索草和除草完全不同 体验汉滴河下土的辛劳与满族 同时也从为大地马杀鸡的过程中 建立起和土地的亲密关系 村人待客热情 劳动到一半就有传统乡土点心可以享用 更棒的是开放自己动手做 这下业余农民都成了业余艺术家 天马行空的金氏之作 让村人瞠目结舌 大叹不如 从丽丽皆辛苦的劳动 到拿到食物挥洒创意 再把创意吃下肚 我们完成的是一趟美妙的食物旅程 五月的北海岸 白色的浪花 白色的百合 绿色的海藻 绿色的田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我们弯腰塞 在水梯田中劳动生产 实在是件幸福的事 展开台湾地图 台湾头有两个向外突出的基角 右边那个是东北角的共辽 左边朝北方更突出一些的 就是位在北海岸的石门 这个正面影响海洋和季风的突出甲角 拥有独特的地质 生态和人文风貌 眼前这片海岸绿带就相当了不起 得育苗 围离 造林人员照顾起来更是一把心酸泪 除了海岸林 更靠海的地方有另一道绿带 那更是孕育万年 季节限定的奇景 台湾四面环海 那这里可以说是台湾岛最北的海岸线 这边是石门的老梅海岸 这个海岸是非常有特色的 除了有沙滩 它还会变颜色 到了春天整个海岸线换装了 所以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 来到这个绿色的海岸线去看一看 老梅的绿石槽 是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拍摄点 几年前我们记录过 虽然石槽不会乱跑 但什么时候穿上毛茸茸的绿外套 却不是一成不变 后来才知道 为了让赏景人士不会错过 主管单位透过网路公告周知 热心的网友也会提供资讯 就像淡水天元宫的樱花 大雪山临到的山童子 它也成为台湾富有季节感的风景之一 不但如此 石槽附生枣类 吸引鱼类觅食 它也象征着 基调和鱼捞的季节到了 主长好 麦达好 这位是张校长 校长好 春天其实很多花盛开 很多民众都会去赏花 春天来到北海岸 也是很多风景可以看嘛 对 我们四五月 他们整个的是绿石场 刚刚讲赏花 我们观光局很关注 十几年前就开始 富裕台湾野百合 从整个富贵甲 还有整个北海岸 零三笔 都是野百合盛开的时候 现在正是时候 所以待会沿着这个海岸线步道走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盛开的百合花 对对对 野百合其实早年 本来就是整个北海岸 沿线只要峭壁 它都会有自然野百合 那十几年前 我们开始跟整个北海岸的校长 什么老师一起富裕野百合 那十年来 其实我们的乡亲 包括我们的游客 已经知道 那是天然的原生草野百合 已经都不会去采 用眼睛去光看 老梅这边的海岸 真的很有特色 因为它会随着季节 呈现不同的颜色 这些绿色的海藻 大概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 通常啊 我们通常会跟游客讲 大概正常是四五月 但是今年比较特别 今年其实在农历 二月过年的时候 其实今年二三月 就开始了 所以大概我们突突看起来 大概四月底五月初 差不多就差不多 律师潮 就会跟我们说拜拜了 明年再来 季节很难去控制嘛 今年气候上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气候变化 应该是延伸到 去年的气候的变化 延伸到 再加上去年 有一个日月 九月 日月 又往后延长一个月 所以变成今年的律师潮 就是提早 提早呢 它就开始涨 其实时存啊 涨的时间啊 是每年都有季节线的 这是三月底开始 四月份 五月份 而且是四月份 涨得最漂亮 好多新人都到这边拍照 非常漂亮 所以要常常打电话 到北关注 问一些资讯 海岸线到底变绿了 没有死存 没有长出来 随时掌握这个资讯 如果这个时间没来 也不要伤心啦 它死存啊 它没有死掉啊 它季节过了 它的报纸会留在 我们律师潮里面 明年它又会开始活起来 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 美丽跟奥妙 错过也没关系 其实海岸线非常有特色 这边是沙滩 然后这边又是沿岸 同时存在 我觉得这个海岸线 真的很有特色 原来这个沙滩啊 通通都是变隔山 在这个地方 时朝还没有开始 应该是八十万年前 大自然渠山 几乎爆发的时候 沿江是流到海边 经过几万年 受到海浪的冲刷冲击 最后变成 这个把它松的一个沙岩 通通冲掉 变成一条沟一条沟的 海湿沟了 所以海湿沟所形成的 今天的这个团面 都非常的美 因此啊 每年的三四个月份 它会长这个石纯 那么石纯之外呢 还上面有附加一些海拔石 所以整片都是映射的 非常的美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黑黑的岩石啊 都是火山这个熔岩流下 流到海岸 然后有海水冲发 这样一条一条 像水沟这样的 好像看起来这个黑黑的岩石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蛋糕 那个巧克力留下去 然后上面现在撒了那个茶粉 这样非常好吃的甜点 这个就是火层岩的颜色 然后它是一层绿绿的 那今年因为 这个因为去年了天后年夏 到今年整个一片绿绿的提早 提早白化 白化 白化 白化就是说 它上面一层已经要枯石 枯掉的一个石纯 要枯掉的石纯 就变成白化 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石头的颜色 所以整年都没有 所以一直到三月 四月 五月 才开始在找 每年都是如此 今年没有看到 没关系 明年再来就可以了 每年同一个时间 三 四月再来 美景天天都在 永远不变 就像塑胶花一样少了生命力 正因为石纯受到洋流 海水温度和气候的影响 有点捉摸不定 绿石槽才显得如此迷人 除了绿石槽 另一个季节限定的美景 也正在这片火山熔岩凝结的土地上绽放 麦歌形容绿石槽是巧克力撒上抹茶粉末 现在装饰上小花 这份巧克力抹茶熔岩蛋糕 看起来更可口了 这一定要拍一张照啊 哇 校长 哇 我们这次来真的太幸运了 是 是 是 非常的幸福啊 真的 哇 真的是有着急哦 这些东西 开得这么美 这么漂亮 不容易耶 校长 你之前来有开那么多吗 之前是慢慢逐年会一直在增加 那就是说我们北关处呢 有在做宣导 就是说不准去采塌 采塌的话要受访 那么大家呢 也会去爱惜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宣导啊 诶 有效力啊 让它这个环境更完美 对啊 因为看到这花真的是会很高兴 很兴奋啊 不过我们还是就是拿相机 把它拍下来 或者是用眼前去欣赏就好 不要顺便就带回家 因为看到这么漂亮的花 有时候手会痒 因为它这边是衣衫漫海啊 不管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些百合花 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对 对 所以呢 所有的游客到这边来啦 都要留影 拍照 留恋 我们这个时间来到这里 百合花是主角 对 那其实在百合花之外 也有一些花也都开了 大部分都是百合 没有错 但是其他的花朵也不少 比方说这个冰当归 那现在正在生开 在海边的冰当归 感觉很大一颗啊 比我们去高山看那玉山当归 哦 那不一样 还要粗 还要大 对 不过它的花很像 绿绿白白的 对 它那个石板菜 跟我们去高山看那个 对 玉山佛家草也非常的像哦 是 开这个黄色的花 对啊 一小朵的小朵的 那边厚叶石斑木 厚叶石斑木 厚叶 这是叶子比较厚 比较厚的花朵 还有羊蹄 那这羊蹄呢 在我们这边 滨海的植物开发的季节 这个时间 哇 所以在春天到夏天 来到北海岸这边走一些步道 就会看到很多滨海植物 对 陆续都在开放 对 那这个季节呢 就是百合花世界 正好这个时间 对 百合花就是主角 台湾百合又叫高沙百合 野百合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 客家族群叫它打碗花 由于百合多生长在水源地 摘花影响生态 就像打破饭碗一样 连生活都有问题 遗憾的是 这种生活智慧不受重视 野百合被摘得几乎消失 最近几年才慢慢富裕回来 但无可避免的 野百合的七地里 已经混生了少数铁炮百合 另外 在这片土地上 还生长的其他花卉 它们和野百合一样 都是抗风 耐旱 不怕紫外线的强悍生命 除了植物之外 这里的地质也同样古特 绕个弯过来 整个岩石的造型都不一样了 不一样 完全不同 因为80万年前火山爆发的时候 那个岩浆所喷的位置 有分了三个地方 那这个是其中之一 这一个里边 它的岩浆还没凝固以前 受到东北季风的吹息 那风很大 让这个石头旁边凝固之前 平面很多 所以平面与平面之间呢 有灵 灵与灵之间又有角 所以我们称为这一个石头 叫做风灵石 这很特别 就是我们刚从那个 老梅那个海岸 就是有沙滩 然后有岩岸 那岩石是比较圆滑的 那一大片 那这边就是这样一颗一颗 这石头不是圆的 是老实说的有仁有角的 有仁有角的 它的范围是从这个老梅岸边 一直到林山比这么长的一个海岸线上面 通通都是这个风灵石 同样是火山流帅的熔岩 在那边形成是这样比较圆滑 那个是石头 对 一大片的那种岩石 那过来一点点 这边石头就变成有仁有角 切得一面一面的 教长 你刚刚说这个风灵石 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对 受到它的影响 所产生出来这种造型 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那个面很多 石头一般都是圆脸的 但它这个面很多 所以在石门这一段海岸线 也蛮有特色的 非常有特色 除了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美景之外 这边的地质值得大家来这边看 因为这边都是火山作用 形成的一些岩石 是的 跟我们一般在其他地方 看到的岩石都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 不像野脸 野脸都是成绩的 我们野脸是成绩的 成绩也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走一段北海岸 等于是地质之旅 对 地质之旅 海岸边赏景的游人不少 可见人们越来越懂得 欣赏台湾的美 过去不起眼的台湾百合 岩石上附着的海藻 甚至有棱有角的黑色石头 一旦了解它们是千万年来 这块土地的独特产物 就值得在这些景致前铸足 细细品味它们的前世今生 至于这座富贵角灯塔 那是台湾本岛最北端的一座 兴建于1896年 日本占领台湾第二年 是为了铺设台日间的海底电缆 以及航路设备所修筑 也是日人在台修筑的第一座灯塔 原本是铁皮建造 二战期间被盟军轰炸毁损 光复后重建 据说再过一阵子 灯塔会开放参观 到时候我们一定不会错过